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你听说字节跳动28岁的程序员宣布财务自由直接退休 再想起那个著名的街头采访 30岁的男人应该有多少存款 几百万吧 80万到150万 我觉得要有50万吧 你怎么可能不焦虑 其实很多时候造成这种焦虑的原因还真不在我们自己 而是因为互联网传播有一个很不好的效应 聚集效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很多小概率事件反复出现 就会让人误以为这是常规事件 比如你常常在网上看到年薪百万的同龄人和一夜暴富的新闻 你的自我认知基准就会被不自觉的调高 我就经常碰见年轻人问我 他说我现在还没年薪百万是不是要完蛋了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哭笑不得 拜托兄弟快醒醒吧 别说年薪百万 你哪怕现在月薪一万在中国都是绝对的人生赢家了好吗 在中国到底月薪多少才是现实世界普罗大众最真实的状态 月薪一万究竟可以打败多少中国人 而到底赚多少钱才能够内心不焦虑 今天我就想用最真实的数据分五个部分 跟大家盘盘90%打工人都不知道的收入真相 如果你对哪部分感兴趣发弹幕告诉我 后面我会详细讲解 来咱们假设下你是个月薪一万有正常工作的打工人 也常常会入不敷出靠花贝度日 也时时惦记着下个月的房租能否按时交期 也会因为担心被公司辞退而整晚睡不着 那么我猜接下来我的折通计算一定会让你放松下来 按照你目前的月薪是一万 算下来你的年均可支配收入四涉五入大约是十万 什么是可支配收入简单来说就是你能拿到手的钱 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怎么算呢 它等于税前工资减个税减社保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年十万的可支配收入在世界范围 大概是什么富裕程度呢 安利给大家一个网站叫global rich list 输入你的国家和可支配收入 你就可以清晰知道自己的财富水平在世界的排名了 比如我输入十万以后结果出现了 瞧我排在了全球富行榜的前1.7% 排名为一亿零一百七十九万零三十三名 恭喜我吧年赚十万已经超过全世界98.3%的人 妥妥的人生赢家了 你的排名是多少 可以计算一下把你的排名打在公屏上 如果一个网站不足以让你相信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月薪一万在中国的真实情况 还记得上半年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闭幕后的 记者发布会上公布的一个真实数据吗 我国有六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是一千元 说真的如果不是总理说的我都不敢信 而最近几天的新闻又再次证实了 随着贵州九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我国现在有七亿多人摆脱了贫困 仔细算算这七亿人脱贫人口 大概也就对应了总理口中月收入一千的六亿人吧 这才是真正国家定义的贫困 你差的远吧 再看看国家统计局今年上半年发布的 2019年中国经济数据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三万零七百三十三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三万九千两百四十四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一万六千零二十一元 如果将全国居民人数五等分 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收入水平的分布情况 全国人口中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二十的人 平均可支配收入为七万六千四百零一元 由于中国的薪资分布成偏太分布 少数给付者将整体水平拉高 这意味着年收入在七点六万元以上的人 甚至还不到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 如果你每年可支配收入为七点六万元 你就打败了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 另外还有一点可供考据 国税总局有个规定 个人年收入超十二万是需要在网站申报的 据我查到的资料 2017年我国的申报人数在一千五百万人左右 后面几年我没查到 一千五百万占中国人口多少比例 不到百分之一点一 这说明什么 说明如果你年入超过十二万 你就打败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 再从月收入的角度看 根据2018年CNIC发布的2018年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2017年12月还是半年后的2018年6月 中国月入八千以上的网民都只有10%上下 更别提你还比八千多了两天 你瞧 你以为的从来不是你以为的 你焦虑的也从不是你应该焦虑的 贫富差距如一把利刃 把中国割裂成一个折叠世界 所有人都生活在巨大的认知差距里 博安玉品负还有这些真相你不知道 在中国人均月收入两千元的家庭就比百分之七十的人负了 如果人均五千就跑赢九成家庭 能上微博的很多收入已经是top10%了 但是绝大部分顶多觉得自己勉强中产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14亿人的大市场 其实这个国家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进入到了现代社会 有着正常的消费和生活 如果你出生在北上广深混的再差也要好过百分之八十的国人 如果混到平均数能好过百分之九十的国人 你如果不认同以上数字 只能说明你在自己的圈子里太久了 有个数字可能让你吃惊 那就是中国有八千五百万残疾人口 大约十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可是你平时见过多少呢 反过来看 普通高校本庄科毕业再是人数估算八千万 而你周围是不是本科以上的人比比皆是呢 你一定感到难以置信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认知限制的自我世界里 你生活在大都市就以为 全国各地的城市都是车水马龙 高楼广上 蒙登白领是质上标配 飞机火车是出行必备 月薪没过万那可怎么活 何不食肉迷啊 听过很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所以我知道 即便我告诉了你中国收入的真相 却依然拯救不了很多月薪一万打工人的自我为民 因为啥 国家统计局和各种官方机构的大数据当然有价值 总理说的事实也必须可信 他们可以用真评实据来证明 我们是如何的优越很牛〇可这些数据对我们有意义吗 未必 因为月薪已万物我根本感受不到啊 一个人为什么会快乐 我们必须承认人是比较的动物 说我们是景地直挖也好 我们侠也好 事实就是没有人会跟所有中国人比 我们只会和自己所在的圈子比 和自己同一个城市的朋友 自己的同志 自己的同学比 也就是所谓的peer pressure 就我所在的集中行业人 当年跟我一起毕业的同学 基本都留在了北上广深 去的也都是银行证券基金这样的头部公司 当年毕业的时候 我们学院的年平均薪资在10万到15万这样 要是谁签了5万以下的offer 他一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不敢和任何人说 可如果他在其他行业或者毕了业直接回老家 那他拿一个5万的offer算是顶天了 但这种横向比较有意义吗 当然没有意义 就好比你非要说 你在北京一年的收入能在老家城市买一套房 有意义吗 你又回不去 事实上 打败90%的中国人给不了你任何牛 打败你朋友圈里90%才能让你自豪感爆棚 那么咱们来讨论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比财富水平高低 到底应该比较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阶层和生活状态 现在的社会单纯成收入多少 是没法看出他能打败多少人的 udlie7 相当反没有人家 那我们zie很力 XY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乐吗?全都是窘迫 再多说一点 可能很多人意识不到 我们反复讨论的月薪一万 一直都是从工资角度来说的 而真实的社会财富 其实是从资产角度来说的 怎么说呢?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然正确 但有些人的真实收入 它是统计不进来的 比如一个帝都拆了三套房的大妈 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千块 你月薪一万 工资挣得比他多 但是人家一个月收来的房租 三万块 你年入十万玩卖 世界如此喧嚣 真相何其稀少 2020年 消除了信息沟壑的互联网 正在把所有人的地域 家庭 学历等现实因素 统统遮叠 啪啪打在你脸上 就是整级话译 不容分说的财富等级 这是一口毒药 它的毒性在于 无论你赚多少 你都会发现周围 有人比你更多 无论你想怎么改变 你都会发现自己无力改变 于是 无论是刚毕业的年轻人 还是家庭顶梁住的中产阶级 所有人都在不停的赶路 不停的奔跑 仿佛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这个时代落下 这个世界 所有人都告诉你要快 但从没有人告诉你要慢慢来 所以我迫切的想要告诉你 这些关于收入的真相 是因为我想让你知道 我们完全可以更客观的活 也更松弛的活 我们有勇气追赶 也完全有底细下落 数据从不说谎 但你也别指望 它会直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数据最大的价值 就是让我们通过数据 忘记自己的个人感受 去相信逻辑和认知 如果你月薪一万 真的不需要气喘启启 从数据上 你已经打败了90%的中国人 但比数据排名更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打败自己那颗 追追不安的心 听懂的 掌声 好 今天的内容就盘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收获 不要让给输一个一键三连 当然 也请同学们自觉关注探出 钱其实很好赚 听我给你盘个遍 保准你能赚到钱